伊朗长期以来,都在积极进行海外扩张,支持各路事业派武装势力,除了对付以色列之外,主要精力都用在与沙特争夺伊斯兰事件领导权上。 不管是圣城旅等革命卫队的海外行动,还是支持各路代理人武装,鬼根到底都是要钱,出口原油换来的倒笔美元,大多就这样用在了海外,而不是用来刺激伊朗经济,和改善人民福利。 最高革命领袖还没内衣承认,伊朗政府的实证错误,是伊朗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,而美国的制裁,则加剧了伊朗经济的恶化。 事实上,早在今年4月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前,伊朗国内就已经因为经济衰退导致的失业率升高,物价飞涨,而引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。 2017年年底,伊朗民众走上街头,年轻人喊出结束声关独裁统治哈梅内衣去死的口号,而中年民众则要求政府从叙利亚撤军,将更多的精力用来挽救国内经济。 西北部的库尔德武装叛乱一直没有被有力镇压。 相反,部分前往镇压的伊朗军队,甚至倒戈加入库尔德武装一方。 除了从海外撤回革命卫队之外,伊朗支持的各路武装,包括黎巴嫩甄主党、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和胡塞武装等,也纷纷向伊朗境内分兵,参与镇压。 但根据目前的情况看,由于伊朗库尔德武装在伊拉克境内有大本营, 而且当地民众也支持库尔德武装,伊朗政府的镇压,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。 乌鲁天风云阴雨,破船任意打头风,全国性的骚乱正在蔓延。 这不完全统计,在洛雷斯坦生省会,或拉玛巴德,被通缉多年一共领导人阿米娜现身巴工人群中, 怒施伊朗政府,你们是垃圾,等我们消灭你们的时候,你们就会明白的,那一天快要到来了,我们受够了你们的谎言。 我们会在一个星期里夺取这里,这里不属于你们,这里是我们的,你们说你们创造了就业,但人们每个月只能拿到200美元,这点钱我们甚至买不到面饼,你们的时代结束了。 从现在起人民要当权,伊朗库尔的地区四个省开始总罢工,非法组织全国女权联合会,则公然在北黑兰市区出现,要求鲁哈尼当局,废出头金把,反对包办婚姻,荣誉谋杀,当天大量妇女儿童被捕。 卡伦市的逊尼派阿拉伯人武装暴动,与安全部队爆发激烈冲突,周边城市的逊尼派阿拉伯人给予积极响应,伊朗政府向这里派起了大量狙击手,占据高楼楼顶射杀逊尼派人员,德黑兰郊区。 非法的巴列文王党公开活动,示威口号包括安歇巴、李萨莎阿,天佑无皇,毛拉无曲稳住伊朗,打倒高物价,出此鲁哈尼,出此哈梅内伊,我们为伊朗牺牲,而不是为加沙和黎巴嫩,忘掉叙利亚,关心伊朗等口号。 最近,伊朗的海外活动明显减少,再是,降低了活动强度,大批革命伟队回国,而对胡塞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援助,也在明显减少,伊朗的经济衰退,引爆了长期羁押的政治和社会矛盾,加上国际剩余美国、沙特和以色列的抵兑关系,神权政府能否渡过这一关? 很有问题,伊朗政府无力解决目前的经济困境,根源不除,动乱不止,俄罗斯是否还能在伊朗再开屁一处战场? 够呛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